心眼目睹家人遇害 女子用器官做筹码 组织各路高手展开复仇 本期的一个代表电影《两个心脏》 银雅本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夫妻恩爱 女儿懂事 她作为机关高手 在电视台也很受欢迎 但天有不测风云 有一天她和女儿卡雅 道遍了点购物 卡雅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学姐 学姐正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 此时卡雅并不知道 学姐是在进行一场潜色交易 而且那个男人是个变态杀人犯 学姐很快就成了她家里的人体艺术品 几天后卡雅在街上遇到了凶手 她信以为真 那时学姐的叔叔还上前打了招呼 凶手担心一切暴露 追踪到卡雅家里 将她全家杀害 那天正是卡雅的14岁生日 银雅用器官给卡雅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换了一片欢声笑语 但快乐的一家人 却没有见到第二天的黎明 凶手没想到的是 奕奕奕奕奕的银雅并没有死去 因为特殊的血型 可以拯救她主治医生的女儿 换回自己女儿的命 便对媒体宣布了银雅闹死亡 凶手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再关注这件事 医生却想偷偷地杀死银雅 幸好危机关头 银雅及时醒来 命虽然保住了 但因为受伤过重 她愿失去了行走能力 为了远离伤心往事 她离开了原本的家 独自居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房子里 这时基督教徒慧珍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开导她帮助她 但银雅并没有因为慧珍的爱而变好 心中装满仇恨的她 只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如此令人厌烦 她甚至想买一把枪去复仇 却被黑社会骗走了一大笔钱 在一次次争执之后 慧珍劝银雅想开 起码银雅还拥有健康的身体 而慧珍因为乳癌 生命只剩短短三个月 连捐献器官都做不到 银雅并没有因为这些善意的话 放弃滔天仇恨 捐献器官给了她新的复仇灵感 她找到了当时想要她器官的医生 拖一声帮她找一些急需她特殊血型器官的人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小偷 一个打手和一个黑客 经过了几次争执 这些急需器官的人都加入了尹雅的团队 第一个线索就是当时凶手 在尹雅家里拿走的织宝打火机 黑客根据网上讲 售卖打火机的人找到了线索 小偷撬开了嫌疑人的门侦查 房间里大量偷来的女性物品 似乎正在说明这个人就是凶手 打手将那个人抓了回来 但那人只是在代客驳车时捡到的打火机 幸好她交代出了当时遇到凶手的时间地点 让事情可以继续进展下去 但一次抓错之后 小团队里的人已经失去了耐心 黑客想偷偷带走尹雅卖给黑社会 幸好也惦记尹雅器官的其他人及时出现 将她救了下来 尹雅将自己过去的故事告诉了这些人 他们决定再拿出一点耐心 帮助尹雅达成目的 黑客找出了当时凶手出现地址的所有监控 尹雅成功认出了那人 他们接着追踪出了凶手的电话号码和家庭地址 小偷带着尹雅进了凶手的家 她发现凶手名叫何仔旭 她家里全是骨骼磨成粉之后制作的娃娃 每一个上面还都有地点和标签 何仔旭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创作欲望 在这些年间杀害了无数个女孩 在这些收藏品之间 尹雅看到了女儿的项链 她正想努力拿下来 何仔旭却突然回来了 守在门外的小偷假装推销人员引走了她 尹雅才成功逃走 但她心中始终惦记着女儿的项链 当杀死何仔旭之后 她就要死去给这些人捐献器官 此时拿不到那份最后的纪念品 她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小偷因为心中的不忍 决定去帮她拿回项链 却被何仔旭通过监控发现 何仔旭赶回来杀害了小偷 还发现了尹雅的计划 因为尹雅之前一切通讯都使用的惠珍的地址 当何仔旭找上门时 惠珍主动承认自己就是高尹雅 何仔旭识破了谎言 却还是杀害了惠珍 尹雅为了不再拖累他人 决定独自去复仇 其他三个人因为最后未免的良心 决定还是帮助尹雅 打手和医生去抓捕了何仔旭 却一时不查被她逃走 尹雅用她家里的艺术品做威胁 将她骗回了那个杀人窟 那里已经布下了尹雅的层层机关 经过一番缠斗 何仔旭还是死在了尹雅的手中 按照约定尹雅应该在此时死去 挽救其他三人家人的性命 但就连最渴望拯救女儿的医生 也无法再对尹雅痛下杀手 尹雅夺过医生的真迹 选择了自杀 她的死亡成全了三个美满的家庭 她的家庭已经都成了坟墓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未来哪一个先来 也不知道面对灾难 自己能不能承受恶好 作为普通人 我们最能做的就是注意自身安全 绝不伤害他人 把握好幸福的每一分钟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黎哥 愿做灯展 照亮愿做灯展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